当你想要确保投影片中自行的一致性时 可以利用投影片母片设定自行 以下是一些步骤可以帮助你实现自行的一致性 1. 开启检视投影片母片 找到投影片母片的设定 2. 选择母片 在缩图示图或特定选单中找到投影片母片 3. 点击选择母片 4. 编辑母片 一旦进入投影片母片编辑模式 你可以看到预设的自行和版面配置 选择你想要使用的自行 4. 设定自行 5. 检查一致性 回到正常的投影片视图 检查自行是否已经应用到所有的投影片上 总结来说 利用投影片母片设定自行 可以确保投影片中自行的一致性 进入母片编辑模式 选择所需的自行并设定自行属性 然后检查自行是否已应用于所有投影片 这样一来 你的简报中的自行将保持一致 提升整体的视觉效果和专业性 好 首先我们要清楚的知道一件事情 所有简报里面的文字 只有一种形式 就是标牌品 如果是中文一定只有标牌品 没有其他种字体 可以吗 但是我可以接受 非星系名品以外的字体 可是只有一种 那你要怎么做到这件事 这就是我现在要教的 自行的统一设计 你不要这边是什么 星系名体 这边是标牌体 那边又出现什么出原体 这样是不好的 好 我们先来看一下 所有字体全部统一为标牌体 因为不是只有公家机关有这个要求 是简报的专业性 好 所以如何去修改简报的自行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要透过母片 来去修改自行 所以点选这个检视 投影片母片 请你去看一下 我们针对这个母片 它分是所有所有的母片的控制 这个是同类 像例如说我们的母片有分标题母片 有分什么各种不同的标题及物件 好 可是我们如果要一口气把所有字形 中文字改成标牌体 那你就要去设计这一张 好 请点它 选到这个应该叫标题区 标题样式 请点到它 请改常用自行把它选择为标凯体 再接下来第二个叫做叫物件 物件也要改 物件麻烦请改成标凯体 一样选到物件 然后设成标凯体 接下来我个人还蛮重视夜码 所以麻烦请把夜码设计大一点 这个字16 好 因为它一定是数字 既然是数字 我就会用经常使用的Area 而且我比较喜欢就是夜码大一点 所以我设成24 好 以上是这个字形 我一致设成标台体 及夜码 把夜码的数字变大一点的设计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就关闭投影片母片了 请点回来功能 叫做投影片母片 然后关闭母片解释 好了 那你看一下 没有一页成功的 成功一页有成功的 第三页 这一页有成功 部分成功 下面这边又不成功 对不对 你有没有看到 没有一页成功的变成标台体 那是因为我们要再多做一件事 重色 重色去套用 就是刚刚我们修改好的母片的字形 样式 好 来 麻烦请从第一张选到最后一张 然后滑鼠右键 重色投影片 有没有看到第一页它不是标凯体 对不对 认识毒品这个字它不是标凯体 它用的是正黑体 所以这要去哪里修改 它一样要去检视投影片母片 它要改的是单独改这一张 可以听得懂吗 它允许人工来去克制 各个单一母片长的样式 好了 那一样把这一个物件 标题物件改字形常用改成标凯体 还有下面这个改成标凯体 所以我刚刚改这个大的母片 它没有办法去修改这一个 是因为 是因为这一张版型 除非你先做那 应该是插入版面复制 反正把它恢复成原始的样貌 不然就是你手动把它去改成 例如说这边是标凯体 下面是标凯体 好了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投影片母片 关闭母片检视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你的第一页 是不是就改成标凯体了 最后一页 是不是也可以改成标凯体 请问这样有没有问题 这样才能够做到 所有字形等一致性 而且绝对不要一张一个物件 一个物件在那边做修改 你知道这样子的一个结果就是 这边有改到那边没有改到 请问针对自行 有没有问题